强论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聊聊主流舆论 包括很多评论人对李克强的夸赞 与强内百姓人民自发的悼念送行 值得深入探讨和审视 许多人将李克强与习近平进行比较 赞赏他在一些言辞上暗示习近平破坏中国的行为 例如他提到人在干 天在看 苍天有眼来暗指习近平的政策 或者他批评全国脱贫计划的可靠性 以及他标榜克强指数来质疑中国官方经济数据的可信度 还有他提倡地摊经济来反对一些政策 如动态清零 因此有人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然而事情总是要分多面去看 我们真的能够如此肯定吗 实际上在我看来 李克强是习近平的选择 他一直是习近平的忠实追随者和支持者 而不是反对者或叛逆者 这背后是中共政权一贯采用的黑脸白脸政治策略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温家宝与胡锦涛的关系也是如此 李克强绝对支持中共政权对香港的压制 以及对台湾的威胁 李克强不是自由的朋友 而是极权的帮凶 李克强是在中国政权的逆向淘汰机制中 崭露头角 最终成为名义上的二把手 他并非胡耀邦 他只是李克强 回顾李克强的一生 文慧发现 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长期间 发生了艾滋病村事件 他承袭了李长春和刘全喜推动的血浆经济贪腐套路 甚至封锁了消息 无情打压高药杰医生等揭露真相的人 焦座和洛阳的大火 两次煤矿爆炸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李克强在担任辽宁省长期间 发生了铁岭清河特殊钢厂钢水清翻 导致的人员伤亡事件 而政府禁言和禁止报道 情况极其严重 以利神天喜集团王凤友 非法集资欠款案 引发了数万养殖户的集体上访 薄熙来和继任的李克强都难辞其咎 中国网红周曙光前往辽阳采访事件 却被扣留调查 没收履费 然后被遣返湖南 李克强负责食品安全时 食品安全问题却愈演愈烈 出现了毒食品问题 包括地沟油 苏丹红 石辣 迪迪魏 福尔玛林 以及三具情案等问题 他担任总理后 签署了宗教事务条例 导致了对基督宗教 伊斯兰教 藏传佛教 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的新一轮打压 罪行累累 李克强曾访问香港大学 他在典礼上坐上校监椅 展现出一副威风凛凛的姿态 而香港警察则隔绝和压制 视为抗议生意 李克强也明确表示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止暴制乱措施 强调必须实行爱国者治港 声称要相信中国人 有能利用智慧办好自己的事 这意味着支持对香港的封锁和镇压 李克强多次表达恫吓和统战台湾的言辞 强调不允许台独势力扩张 坚持九二共识 一中原则 坚决反分裂 反干涉 重大斗争 坚定反毒促统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同心共创复兴伟业 一些台湾媒体竟然认为 李克强已经不错 因为他曾强调和平 然而 问一问自己 穿西装用刀叉来吃你 和用双手撕扯你的肉来吃你有区别吗 如果有人在了解了这些事实后 仍然认为李克强高风亮节 虽然实际不合适 但他是人民的好总理 那显然是道德上的重大缺陷 然而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意见 李克强总比习近平开明 况且 在我们对付中共的战略上 昔日要畅想习下礼上 现在更要高举习坏礼好的大旗帜 才能从怀缅李克强的过程中 试图驱动反习道共的民变或政变 对于这种所谓谋略 我不禁摇头苦笑 首先 李克强并不是改革派或开明派 自胡耀邦 赵紫阳之后 中共党内已不再有真正的改革派或开明派 只有一些伪装成开明者的权谋家 他们总是伴随着一大批文坛学界的自诩大师 中南海的耳闻床师 以及对外放风和收风的欺诈者 李克强无法实现个人专制 只是因为他没有掌握绝对权力 因此无法像习近平一样毫不畏惧 然而 如果有机会 李克强也可以成为独裁者 在这种黑脸白脸之间的权谋博弈中 他可能变幻莫测 其次 外国媒体和主流评论人大多吹捧习坏理好 他们可能认为 形势大有可为 鼓吹民变 把导供的希望寄托在此 然而 这只是一种妄想 而非事实 如果我们不坚持真相 就无法实现公正 对自己宽容 难以实现正义 反对习近平 而不反对共产主义 不反对专制 不反对中华将纲文化 最终将是徒劳武功 柏阳曾说过 中国人 是一个迷失在浓郁 酱缸里的族群 需要觉醒 任何水果 一旦放入酱缸 都会变成腌制的水果 在酱缸中 人们相互争吵 不断给彼此贴标签 只要被贴上君子的标签 大家就会成为白脸粉 崇拜他为人民的好总理 声称他的一切过失 都是出于无奈和自我保护 这是两千多年来 中国专制历史和酱缸文化的真实写照 或许习近平将走上类似前苏联独裁者 伯里茨涅夫的末路 在中华将纲文化中 实现长期的独裁 停滞和衰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健康状况将逐渐恶化 在他去世后 中国可能会经历一段混乱的时期 类似于当时的苏联 政治斗争和领导层更替 将成为常态 然而 中共目前只有小人物 而还没有出现 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真正的英雄 也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宽松的公民社会的雏形 这是中国的不幸 在中华将纲文化中 人们习惯了被统治 对白脸和黑脸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中国的悲哀 对于周恩来 温家宝的美化评价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 凡是总理做得好的 都是真心本意 凡是总理做得坏的 都是违心无奈 即使总理违心 都是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 不是出于懦弱或狡猾 周恩来出卖了毛泽东要打倒的所有人 点燃了全世界的战火 但一些白脸粉会说 他不得已 是为了自保 每个人都有过世 温家宝也迫害了所有胡锦涛要打倒的人 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司法的控制 打压了人权律师和知识分子 勒令律师述所成立党支部 将言论入罪的人数大幅增加 出卖了赵紫阳 推动国际民退政策 实施四万亿救世计划 导致通货膨胀 产能过剩 地方债务飙升 甚至让家人敛财搜刮 同样 白脸粉会说 他不得已 是为了自保 每个人都有过世 这些都是事实 血海血债 罪行累累 道德低下 表里不一 两面三道 周恩来如此 温家宝如此 李克强也一样 然而 许多人却选择视而不见 在匠刚里生活 将他视为家园 不寻求反抗 不谋求逃离 讨厌黑脸 崇拜白脸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 和匠刚文化 中国人应该进行反思 台湾人也应该自我反省 远离中国这个凡人的匠刚 朝向海洋文明迈进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